花蓮县陶然雅乐协会今年7月中要举行盛大的音乐表演 邀请全国六个乐团有250位的演出者到花蓮 为乡亲带来优质的音乐饗宴 县长徐正卫、民族长饶中还有文化局长吴敬毅 特别在县府简报室会见了陶然雅乐协会 及吉安县长游淑珍等一行人 也指示文化局要全力协助相关流程和宣传工作 让音乐展演圆满举行 花蓮县陶然雅乐协会于民国87年9月成立 由花蓮地区爱好国乐则组成 是花蓮颇具规模的国乐团 在国乐同号的耕耘之下 积极研聘在地专业师之指导 期盼能够精进团圆的记忆 实现活到老、学到老 演绎完美的人生下半场 现在许专业表示 花蓮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幸福积极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 取取透过这次的音乐表演 为地方吸引更多观光人潮 更能够提升花蓮县的文化体会 他表示 幸福将会持续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 并与各方面吸收打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 提升花蓮的文化品牌 促进花蓮的观光发展 并且取取未来还有更多的音乐活动 能够在花蓮举行 为花蓮注入更多的文化元素 花蓮县文化局表示 将会全力支持花蓮县陶兰亚裔的协会的音乐表演 提供场地设施资源 并且积极宣传这次音乐的表演 借由音乐的表演将会为花蓮带来丰富的文化意涵 也能够增进乡亲之间的情谊 这次接任会当中 请的学会特别感谢 花蓮县陶兰亚裔协会在地艺术文化活动的贡献 并且祝福活动有满顺利 花蓮县陶兰亚裔协会表示 他非常感谢花蓮县的我的支持 让他能够顺利举办这场音乐表演 他们也希望透过这次音乐表演 让更多人认识花蓮的美丽风光 以及丰富的文化意涵 接着终于花蓮县陶兰亚